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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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前面都已經有幫我講到一些 我要做的 像甜不辣烤玉米 可是烤玉米跟甜不辣 我會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還做一個 台灣非常有名的 大腸包小茶 今天是用全聯的食材做呈現 所以我採用了一些餅乾 零食 冷凍即食品 去取代我要大腸包小腸的風味 那你現在調理機裡面這是什麼 甜不辣 剛剛倒好了魚漿 我跟Chef Foodie 剛剛在這邊有討論一下 我們覺得很有趣就是 這三位沒有任何一個人 就是選了一道菜做出來 而是很多花樣 這種戰略我覺得在比賽上 會比較吃虧 智芬 你是核食料理對不對 像你們這種炸東西的 油脂的選擇會不會特別強調 會 像日本最有名它會用太白胡麻油 去做一個油炸的部分 因為它的油脂濃度低 然後它炸起來也會清脆 所以其實油的挑選真的是滿重要的 像今天台上我都會選擇玄米油 它就滿相近我想要的性質 你用玄米油也是比較好 它的油脂比較穩定 製飯現在在包料了 我現在要把那個糯米腸的餡料 先放在裡面 它比較特別的是我是用那個 全聯的冷凍食品 蝦仁炒飯 我把裡面的料挑掉之後 用它的熟的米 去當一個糯米腸的餡料 現在我要打的是烤玉米的醬汁 比較特別的是我是用 有一款烤玉米的洋芋片 加了沙茶跟芝麻醬 現在我正在炸幾次 把它炸完之後 我要再用蘋果木 威士忌橡木桶的木屑 跟泥梅去做一個熱熏的動作 所以你的炭烤味是從這邊來的 還沒 因為其實燒烤的元素是 食材跟醬汁用火燒烤的一個動作 利用油脂跟醬料跟火焰 產生一個梅納的反應的焦香味 Fred 你認為泥梅是好的味道 可以加入在菜裡頭嗎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所以喜歡的人會非常喜歡 所以好像是雞半倒了 然後臉粘在那個 然後臉粘在那個 皮巴裡頭的嗎 對 那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先炸了之後呢 我是去做一個熱熏 那其實這個步驟對我來說 是讓肉跟皮去吃它的味道 滲透進去 然後像它倒燒的部分 就是讓它在外皮產生焦香 然後例如說像這樣烤 醬汁跟油脂滴下去 回來的香氣會附著在它的皮上面 因為並不是說用噴槍或是什麼火 這樣燒一燒就好 其實要靠這些物質去燃燒 真的有洗髮刀耶 吃飯真的是 出頭很多 進入最後60秒 5 4 3 2 1 1 2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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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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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4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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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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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每一道菜沒有絕對 但是你如果知道怎麼樣去用心 我們都會非常欣賞這種套路 接下來我們請志凡往前一步 志凡我們現在還沒有公布你要離開還是留下來 說真的我從一路走來我其實是輸到現在 我都一直被帶定又救回來 然後我千韻又非常的差 對 好討厭 對啊 然後又碰到珍珍 然後接下來又遇到聖智學長 天啊 都是高手 我想說真的很坎坷 我自己覺得啦 但是我真的就是盡力了 盡力而為 然後我也沒講過其實我會到六強 所以我已經覺得很足夠 很滿足 對 你要繼續坎坷下去 因為你要繼續比下一輪的比賽 恭喜志凡 恭喜 今天的主題是環遊世界 總共一個小時的時間 要做出舞蹈料理 問一下志凡 心情有平復了嗎 有 有比較平復 60分鐘的時間 計時 開始 說到環遊世界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位老師都是這樣子 像Jason就真的是到處回來飛去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看今天的選手選的哪些菜 是怎麼樣連在一起 全世界那麼廣泛 選哪些食材也是要有技術的 我會把我接觸過的國家的料理 手法或食材 我就把它融入在裡面 那我們看到你的桌上 好像出現了各種 我們比較少看到的食材 譬如說有一隻 蠻大隻的什麼肉啊 那個是鱷魚 鱷魚肉 在東南亞會使用鱷魚肉 這也是對我來說是一個突破 因為我並沒有使用過這樣的食材 我想要挑戰看看 今天冷盤準備的話是一個 鮭魚塔塔 大學的時候有去過歐洲 就是海外參訪 有吃到這一道 然後我就覺得特別印象深刻 前菜的部分呢 我今天想要做的是那個 干貝玉米的冰淇淋 然後主菜就是剛剛提到的鱷魚 對 鱷魚肉 這很多人都說它像雞肉 其實它口感是比較有嚼勁的 然後今天是做一個 東南亞風味料理 另外主菜是因為 其實我有很想去一個國家是 埃及 鹽斧的方式 然後做成個金字塔的樣子 最後的湯品 我用了蟲草花的五穀雞湯 環遊世界回來之後 我希望回到家 可以喝到一碗熱騰騰的雞湯 然後現在自繁再疊它的金字塔 你鹽巴是加水還是蛋白 我是加蛋白 還有加其他香料嗎 沒有 因為我這一道它沒有要靠香料 去進入裡面的食物 裡面是已經都調味好 用鋁箔紙去包起來 然後用鹽峰的一個方式去 呈現燉飯 喔 智凡你現在在處理什麼肉 鱷魚肉 會做這一道是因為 上次從金晶學姊那邊 學到一些東南亞的料理 因為我就覺得 一路走過來 就是你有學到什麼 就把它利用起來 來 製飯你後面在欣恩的東西是什麼 那個是 我要做的干貝玉米的冰淇淋 喔 冰淇淋 主要是上面還會搭配 鯪魚卵跟那個三葵的鮮奶油 然後製飯這邊再炸鱷魚了 等一下我會先用高溫讓它 下去炸一下定型 然後馬上拿起來靜置一下 最後再用高溫炸第二次 提醒一下各位 因為時間看已經有人做好菜了 記得你的一些基本的東西 因為剛剛其實我覺得第一局的時候 很多菜都很好吃 但是就是少了一點點鹽巴 或是少了一點點調味 它就跳不出來 來吧 料理之王最終決戰 最後六十秒 製飯還有珍珍跟晏碩 為我們帶來環遊世界的料理 他們用心的準備一整季 終於走到了這一天 環遊世界料理 五 四 三 二 一 辛苦了 料理之王中決賽 環遊世界完成 鮮菜 干貝玉米冰淇淋 裡面的話 它是用那個生干貝 玉米還有牛奶跟鮮奶油 去做一個冰淇淋的底 上面再搭配 尊魚卵跟三葵的鮮奶油 薰鮭魚塔塔 可以把旁邊的那個海苔脆片剝開 跟那個塔塔挖著一起使用 炸鱷魚的部分 那我是做一個東南亞的風味 鹽斧的部分裡面是用一個燉飯 我是把它用成鹽峰的概念 然後把它在裡面燜熟 湯的話就是用蟲草花的烏骨雞湯 OK 志凡 你開胃的那道菜 真的是很讓我驚豔 這個搭配吃到嘴巴裡非常好吃 所以恭喜你這道菜 Salmon 你的Seviche 等於是有美乃滋的 我覺得也蠻成功的 我是差了一點點的酸度 然後Alligator 有些人會說 也許它太老了或是咬不動 但是我的感覺是 你搭配的醬料 可以一直嚼在嘴巴裡是 味道一直擴散 所以我蠻欣賞的 最後你的湯鮮甜 那些菇類還有其他的 放在裡頭的比率都非常準 所以真的是好像 繞離千世界回到家 喝到很溫柔的一碗湯 我今天唯一有給個20分的 就是你的那個冰淇淋 有一點可惜的就是你的金字塔 用鹽巴烤東西它 最好的效果 其實要鹽巴碰到吃的東西 所以它才會把水分拉出來 你才會甜才會香才會什麼的 反正那個玉米冰淇淋 就是很好吃就是了 好 謝謝老師 謝謝你 我跟前面兩位老師一樣 我吃到冰淇淋之後就驚豔了 你整道菜讓我最深刻的就是那冰淇淋 再來就是炸鱷魚 因為鱷魚其實它比較韌性比較強 比較耐嚼 我的想像是可以稍微再切小片一點 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都很棒 今天的菜的味道都有做出來 我還是喜歡那個冰淇淋 跟他們前面的一樣 那個冰淇淋真的好吃 其實我覺得你給大家的印象 最深刻就是你在韓式上面的講究 那我覺得我在吃你那個金字塔的時候 雖然外面看起來很像金字塔 但當我們一敲開來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東西其實是你自己 我們吃的就是一個 亞洲味的東西在裡面 這個是包含一個夢想在外面 而你實體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象傳達得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喜歡 恭喜第二名是我們的蔡志凡 我們要直接來頒發第二名志凡 超級讚的 一路很坎坷 比到後來你拿到第二名了 我們請全先生幫我們頒獎 亞軍也有十萬元 今天由全聯福利中心提供的獎項 謝謝全聯先生 這樣還沒 還沒 我也不會哭 這樣 因為我對自己真的是很沒自信 會來參加這個是覺得說 我總是有一天 要去做一件突破自己的事情 在這過程其實我很謝謝就是 熱以滋亡二的各個選手 我很高興認識大家 你恨死大家了 沒有很高興認識大家 嚇我一跳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一個很善於 就是去主動的去交朋友 跟大家相處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快樂 也跟大家學了很多 其實在這一路上 包括像我們左右為難 我也很謝謝你們 你們都會一直給我鼓勵 然後也謝謝各個工作人員 然後也要謝謝我的家人 就是一直支持我 加油 你很讚啦 好